META 星期三發布的第二季度財報顯示 公司收入達到390.7億元 盈利為每股5元一毫升 均超出了華爾街的預期 不過META 的 Reality Labs 業務 在第二季度虧損約45億元 Reality Labs 是META 生產VR和AR硬件和元件的一個部門 自2020年底以來 該部門累計虧損約500億元 儘管如此 META 的整體財務表現 仍然顯示出穩健的增長 公司第二季度的正收入 將去年同期增長73% 達到134.7億元 META 的這一強勁表現 主要得益於 其在數字廣告市場的持續增長 尤其是Facebook和Instagram平台的廣告收入增長 此外 公司自2022年底開始的成本削減措施 也在此持續發揮效果 公司在財務中對第三季度的營收預測 亦高於分飾市的預期 截至星期三收盤 META 股價盤後上漲6.9% 去到507.45元年增長率達到34% 天下華時記者編輯報導